这娶媳妇呀 还是娶个劲的比较好 说的对 我天一哥家的那个儿媳妇 就是对婆婆不好 还是我们家儿媳妇好啊 妈 老婆 我回来了 我儿子回来了 妈 快给我 晓晓呢 晓晓 晓晓在屋里休息呢 老公 你回来了 妈 你不是把晓晓在屋里休息吗 怎么抹了一脸的锅底灰啊 哪是锅底灰啊 那是她化妆化的 是吧 晓晓 就是老公 是我刚才化妆的时候 不小心用的 晓晓 我知道你从北方远家过来 为难你了 可是咱妈生我 养我 也不容易啊 作为我的老婆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孝顺咱妈 家里的活 你是不是应该多少帮咱妈分担点 别让左林又是老说咱们家闲话 老看咱们家的笑话 老公 我 你还不知道的 什么呀 我儿子全都知道 儿子 你放心 我是不会和她一般见识的 晓晓 你看看咱妈 她多善解人意啊 以后啊 你要好好孝敬咱妈 我又得走了 同事开的车还在路口等着 我就是出差路过 顺便回来看看你们 老公 你去吧 放心在我工作 家里有我呢 我会好好对待咱妈的 那我就放心了 妈 那我走了 快去吧 天一这一走 你又拉着手机给我倾向神 咋了 妈 咋了 天一难得回趟家 你穿得这么酥劲 脸上连的颜色都没有 是盼着我死 还是想封我儿子 妈 妈 我真不知道天一今天回来 那我现在马上就去画 妈 你看这个样子可以吗 我说儿媳妇 咱们这是居家过日子 你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 涂得不彩斑斓的 你这是想干嘛呀 我 我什么火 老娘我二十年前 可比你更多了 赶紧去挖二道路 那个钱给我挖了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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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老婆 都是我不好 让你在家里受苦了 老公 我 老婆 走 咱们回家 我给你煮吃红豆 老婆 你脚怎么了 老婆 刚才好像崴到了 老婆的媳妇 碰在手里怕摔了 喊在嘴里怕话了 爱都来不及 而你呢 让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 你不就看她是免假过来的 心地善良 你就欺负她 你让我说你是什么好呀 儿子 妈做的 妈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帮你树离微信 帮你调调媳妇啊 不然你以后怎么做男人啊 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 我算什么男人啊 儿子 我 老婆 对不起 这个家让你受委屈了 我知道你从小就是听相声长大的 远嫁到我们家以后 每次你在想家的时候 都会拿接手机 听你家乡的相声 那你俩听相声 妈去给你们做好吃的